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分享的是三岁以上的孩子 怎么样可以去跟孩子做共读 以及我们在选书的时候可以关注哪一些事情 其实我们的共读已经可以很丰富很多元 而且其实更自由的了 我们在跟孩子做互动的时候呢 其实都可以有更多的语言或是游戏的互动 在图像上其实可以特别留心跟孩子去做分享的 因为在图像里面呢 有很多细节是它跟情节会发展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很简单的用一本书来做很简短的示范 这本拆一拆电车有进行预测的功能 可是怎么样让孩子可以在预测的时候是更顺利的呢 其实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仔细跟他一起看图 那在看图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问孩子说 这个图里面有什么样的很细节的资讯 那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 这个故事呢就讲了一辆红色的小电车 他要准备来载客人 这样一页图像呢 其实文字短短的对不对 可是图很多 细节很多 我们可以来跟孩子去看看说 每一个图像上面有什么样的东西 你在这个花这个树上面啊 不只是有粉红色的耶 好像还有一个小小的绿绿的 你觉得那是什么 可以跟孩子做这样的 有点像是植物命名的互动 在这个绿色的草丛里面 不只是绿色的草耶 还有白白的 而且看起来卷卷的 你猜猜看那是什么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互动 去做观察 其实这就跟后面孩子 要去做预测的线索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仔细的看图完以后 我们故事开始进行 这个站长他进来吃便当了 可是呢 他又听到进站了进站了 黑色的电车进站了 诶奇怪啊 电车应该是红色的 对不对 好那这个黑色的电车 是什么呢 站长呢就打开门出去 他一看 啊熊先生 请不要假装成电车啦 这个黑色的熊 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没有看到 诶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阅读的连结 去把它翻到前面来 诶我们刚刚好像有在这边 看到了黑色的熊耶 哦原来他跑到这里来变成一台黑色的电车了 好那接下来呢 诶有点奇怪耶 接下来是什么颜色的电车进站了呢 蓬蓬松松的是什么呢 哦是绵羊小姐 请不要假装成电车啦 咦刚刚我们在前面有没有看到绵羊呢 哦我们这时候又可以再翻回去 再做一次这种连结的线索 在这里耶 接下来孩子就可以知道 哦这个刚刚有看过 在哪里 他可能是什么 他就可以进行成功的预测 成功的预测就在于 我们有给他足够的线索 那足够的线索其实重点就在于 我们有仔细的去看图像里面的细节 好甚至是再更大一点的孩子 他可以去做一些对于一本书的平息 就是这个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你也可以问问看他说 哎为什么这个书破洞了呢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 因为他是一个窗户啊 其实你会帮助孩子去注意到说 哦原来在设计一本书 或设计一个东西 他可以有这样子的创作的手法 这个其实就是在帮孩子看到 一个作者他在创作一本书的设计的原因 所以慢慢的也会帮孩子去建立审美 他会去想要理解这个作者背后的意涵 他设计这样的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重点就在于跟孩子尽量的 仔细的去看书里面的细节 可以有很多的对谈 很多的互动 甚至是把很多的生活经验也都拉进来 那其实因为他的思考 他的判断 他的逻辑 甚至是他的语言 都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更多广泛内容的书 如果我们从议题性来看的话 你可以去选择 比如说像这种大屁股女王 或者是乔治不能说的秘密 其实他都是在谈个人内在 他怎么样去理解他自己 怎么样去接受他自己 那他对于自己不够完美的部分 他怎么样去克服 或者是说我们也会关注到我们的环境 谈环境的书 重点是在这样的内容里面 他依旧是有趣的 但是在有趣的过程当中 他隐含着很多的可以深入思考 然后更多的议题在里面 譬如说像树叶的车票 他可能就在谈的是 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些互动 然后这个白熊 就在谈很多的动物啊 甚至是像北极熊 生活环境被破坏了 气温不断的升高 那这样的动物的议题 环境议题其实也可以在书里面 去跟孩子做分享 越大的孩子 我们可以发展的书的内容 其实非常的多 你可以从议题 然后从孩子的生活经验来着手 那特别呢 要提醒的是选书的品质 我们要去看一本书 它的设计的美感的部分 多看其实你就会看得出来 什么样的书是比较适合孩子的 三到五岁的部分呢 我们就暂时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